同学们大家好 咱们开始上课 咱们上前课学了无线分类是吧 这几课我们来学习一下商品模块 首先商品模块我们跟无线分类一样 需要先设计数据故事吧 好 为了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我已经提前把这个数据表写完了 我就不带大家一点点去敲了 因为这个很费时间 大家可以根据我这个数据字典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数字字典 你看商品表的数字字典 还有这个分类 以商品表的数字字典 我已经提前给大家写好了 大家按照我这个字典的字段去建表就行 因为课后结束以后 我也会把我的表导出来给大家 所以就不带大家 不带大家一点点去敲这个字段了 因为很费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我也提前准备好了 一会儿我把它倒出来 直接发给大家 大家下资料的时候 会连这个一起下 好 那我们直接来进入咱们的后台 然后找到咱们的 这是咱们分类管理是吧 找到咱们的产品管理这一块 产品管理这一块呢 我已经提前放了两个 提前放了两个这个试图 就提前放了一个 这个list还有个add方法 add方法就是这个 咱们直接从这个代码这里 来看一下 找到add这个是吧 然后add方法这个呢 咱们首先要改下路径 因为他路径不太对 叫根下面有一个 admin是吧 下面有一个 我们看一下路径 叫public下面有个 tel是吧 干 好 好 没有问题 咱们直接把拷贝过来 粘贴一下 还有这里 好 刷新一下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 看一下 看一下结实 往下拉 稍微有点长 在不然看见了 在这里是吧 好 ok刷新一下 路径不对吗 我们找一个看一下 应该没错 是不是这个也做一下 这咱们就直接来 HREF是吧 找全部去掉 你看可以了是吧 the next的这个 然后 应该还有一个 最下面这里是吧 嗯 没有了 没有了啊 然后这里解决 第一个问题 我们解决什么呢 就是咱们的分类啊 就是分类就的话 就像这个你一样啊 这里的颜色 感觉有点不太对啊 我把它返回一下 手工吧 那感觉好像不太对 我一个人可以 我一个人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 骨髓 但是也不太对 一定不是 你最后一样 可以 我一个人可以 哦 大家发现现在已经有分类了是吧 你看一级分类二级分类跟三级分类是吧 所以呢这个呢只要像咱们这个一样啊 咱们直接把这个代码拷贝过来 这都不用去写啊 找到这个叫这个是吧 分类的这个都不用去写 直接把这个代码直接拷贝过来 你看拿过来 是吧 找到分类这里 直接替换一下 嗯好像不对是吧 不用这个啊 直接看一下怎么做 它下面这个获取方法其实是一样的啊 你看通过一个pid是吧 我们通过这个日 能漏着 把他再把拷贝过来 一直到这里 这个从这里是吧 一直拷贝上去 好 然后 它通过什么 通过这个是吧 刷新一下 你看 是不是就出现了 是吧 你看 其实我都没怎么改这个 但是是删除了是吧 所以我这里 我这里还要改一下 不要让它删除 删除在这里是吧 因为咱们这里不涉及删除 你看 弹一个 好 刷新一下 嗯 怎么还删除了 好 这样就ok了是吧 刚才是不是动作哪里了 不应该是这个是吧 好 在这里写混了 在这拿过来 然后新标签里面打开 直接这样啊 这样更方便一点 你看 对不对 好 这个一句话干嘛 比如说我点击这个分类 比如点击铜砖 然后这里的生品列表全部变成铜砖了 是吧 这里呢 我们来写一下 添加商品啊 分类这里写完了以后 添加商品 这里是错误了 是吧 IDD的 好 我们改一下 添加商品在 这里是吧 这里是吧 把这里改一下 这都不要啊 咱们不用这个方式 直接从这里 IDD方法 大优 下滑线 好 把封号拷贝过来 在咱们的good 词里面 刚好就推进这个方法啊 好 所以咱们刷新一下 嗯 有地方写错了 是吧 看一下 刚才是不是这里写错了啊 HREF 然后里面有一个 呃 哪里写错了 应该少写一个问号啊 在 这里啊 少写一个问号 好 好 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啊 添加产品 这里 IDD方法 刷新一下 嗯 还有问题是吧 这里少写一个问号是吧 刷新一下 好 添加产品 你看啊 然后就改这个了 改这个商品到这个IDD里面去 首先根据咱们这个产品来改啊 你看 首先是商品的名字 咱们从这里开始改啊 商品的名字 然后 简约标题先不用啊 分类分类先控制啊 咱们先把下面的改了 然后排序可以用 然后排序可以用 商品的名字是用 googlelemon啊 咱们写一下 googlelemon 然后 分类啊 然后排序 排序的话叫 unit啊 排序 第三个是商品的属性是吧 商品的属性 然后来 这是商品的属性 商品属性一共有多少种状态 看一下 七种是吧 所以咱们这里应该是 找一下 可选的 这个是吧 允许评论这个 好 拔过来 冒号 这个不要啊 这个改成什么 改成 改成 ve video 是吧 单选 好 再来一个 直接从这里啊 刷新看一下 这个是吧 这个不用换行啊 所以直接从这里 所以直接从这里 你看 拿过来 刷新 刷新之后 把这个 第一个推荐 第二个是新上 是吧 把这些放上去 这还没出来啊 这个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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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内蒙 拿过来 enum 这代表是1,2,3,4 这是什么呢 这是没举行 就是说你这种属性 你只能选一种 所以我这里应该是 内蒙应该是同名 假如说就叫这个 但是这个怎么没出来了 重新拷贝一份 可以了 然后给它们给一个五六折 这是1 拿过来 这个改成2 3,4,5,6,7 是吧 然后对应的改一下 新上 日卖 然后促销 包邮 先是卖 把这些都拿过来 不参与折客 好 然后继续 然后第三个是什么 是这个 轮播图是吧 图片这里的话 咱们先 先控制 我们先控制 来 Number Number 编号 商品的编号 为什么控制了 咱们看一下 它后台这个程序 它其实自带了插件的 就是这个图片的 你看 它自带的都有的 但是咱们先不用这个 咱们单独拿一节课来讲这个 这个是一步处理 所以 到早一节课来优化 到再讲这个图片 这个 好 这里是单选 你看 然后 然后 产品规格 这里 就一个就行 产品规格 干什么 产品规格 改生命编号 然后 拿过来 暂停一下 是吧 生命编号 然后 还有什么 还有条形码是吧 这条形码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 你在这个超市里面 去扫描一个 商品的时候 这收银员会干嘛 是不是用你一个条形码 就扫描一个条形码 然后价格 就可以得到它的价格 是吧 还有商品编号也是 好 条形码 怎么有点错乱 是吧 没分开 还没分开 投行码投行码有点问题 他应该是没有 没有坏行是吧 咱们这里加一个 B 看着不是很好看 咱们用材质来改 然后产地改成调形码 这叫调形码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去上超市里面买一个商品的时候 他会有收入员会少一个编码是吧 就少一个长条一个码 那就调形码啊 然后刷新一下调形码啊 然后材质 这后期我们再慢慢优化啊 材质改成现价 然后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市场价格吧 再拷贝一份 叫成梦价 拿过来 再来一份 这叫什么 叫库存链 这位同学们可以跳着看啊 如果觉得这里比较麻烦的话 因为后期我都会给大家写好 可以跳着看啊 这一块 确实比较繁琐啊 这个 下次下次这种提醒点来准备好啊 就不带着大家去一点点去改了 因为这个真的很浪费时间 这个 限制购买量 然后已经购买量是吧 好 进去 然后运费 都是 A&T型啊 然后 是否升价 是否升价 这里应该是单选 是吧 你看 所以这里应该改一下 这里应该 怎么直接从上面啊 拷贝下来 就鼓起来这个 拿过来 到这里啊 整天 不要这么多啊 所以咱们减掉几个 减掉两个 你看 这个改成 改成 这里啊 改成这个状态 是吧 是否升价 然后0为上价 1为 为下价是吧 好 然后这里名字改一下啊 状态 继续啊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排序是吧 排序 刚才是不是写了 好 这商品的单位啊 商品的单位 刚才写错了 这商品的单位 然后排序 然后排序 排序啊 生品的排序来过来 好 这些就不用了啊 生品的所有图也不要啊 准备上传 还详细内容 刷新一下 好 这咱们就算准备好了啊 这里生 别好的你 稍微来个空格 啊 这咱们就准备好了啊 好 这节课先到这里啊 咱们暂停一下视频 下节课继续啊 好